停车 请进 怎么回事 突然冲出了一个人 被撞了 先把他抬一边 刘碧城 刘碧城 等等 姑娘 你刚才说什么 我要见都军 我就是神虎 有什么事说 是柳碧城 柳碧城 让 姑娘 姑娘 把他抬进屋里面 让三太太好好地照顾 是 再找个大夫 一定不能让他出事 知道吗 明白 把他抬回去 交给三太太好好照顾 三太太 这姑娘什么来头 竟然敢拦都军的车 我也不知道 去把他随身东西给我拿来 是 他说起过柳碧城 难道是杜鹃失散的女儿 你醒了 疼不疼啊 怎么了 我的衣服呢 我的东西呢 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在哪儿啊 你是在找这封信吧 把它还给我 这可是我的命 好 翠翠 嗯 你说 娘给爹写的这封信 我放哪儿好啊 交给我吧 我贴身藏着 我保证人在信在 嗯 这是哪儿啊 你们是谁啊 你在都军府 我是督军府的三太太 叫赵舒婷 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督军府 你是来训妇的吧 果然是督军的女儿 好了 你就先别说话了 医生说了你虽然没有外伤 还是要休息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雪为什么没有来过督军府 难道是出事了 督军呢 我要见督军 你别着急 督军晚上睡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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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小姐 小姐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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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别过来 别过来 放开我 小姐 别过来 小姐 你别乱动了 别忘了 让大家干什么洗澡呀 你们把洗澡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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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帮我怎么样 我不要 督军回来了 我让天泽带回来的人呢 在楼上一会儿就下来 要不我去叫他一下 你看说着就来了 不愧是督军的女儿 打本起来真漂亮 来来来 快 来见见你爹 叫爹 叫爹啊 跟我到书房来 去呀 去呀 他们怎么把我当着淋雪了 我该怎么办 刚才没说清楚 现在岂不是更说不清了 你知道我神虎平生最在意的 最憎恨的是什么 欺骗 我最讨厌别人骗了 如果你说的 有半句假话 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这封信 为什么会在你身上 既然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好得先送下这个爹再说 反正淋雪的爹也是我的爹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让我和我爹相认的凭证 你姓什么 叫什么 我姓沈 我叫沈淋雪 我问你 我跟碧城是怎么认识的 娘 林雪 你 你有父亲 是谁 是金城独军神湖 那年 我在河边幻山 上流 飘了一个人 她看到昏迷不行了你 就把你救了上来 后来 你们朝夕相处 两人 偏见沉生的好感 那是真正 让你们相爱的 是那一次在山中遇险 我娘上山采药 不料 碰到了一只恶狼 她差一点命送狼口 正在这个时候 你及时赶到 赤手空拳 就把那只恶狼给打死了 后来我会伤心找她 可她搬走了 我娘还没有嫁人 就生下了我 村里人的唾沫 都能把她给淹死 她为了让我从小 不被别人瞧不起 迫于无奈 才带我远走她乡 这么多年了 她为什么不来找我 她听说你在京城 曾经来找过你 可真好碰上你迎娶一太太 她心灰意冷 就走了 当年临走前 我送给她一只 红色的玛瑙手镯 这手镯现在在你身上 没听凌雪提醒过 有什么玛瑙手镯呀 在你身上吗 我从来没有听我娘提起过 有任何红色的玛桃手镯 把这个锥子给你父亲 她看到这个 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她倒是给了我个玉锥子 说是你们定情的信物 可不料我这次来京城的途中 给弄丢了 弄丢了 是 你的伤还疼吗 不疼了 这么多年来 爹让你受苦了 爹 你不认为美人 对 你对那些 学生的听伤 其实是代酒的人 没有那么好 占丢了 是 但我们就跟他一辈子 和我一起来的京城 可我们俩刚到京城 就被人贩子卖到了妓院 他是比我先一步逃出妓院的 他没有来找过你吗 没有 没想到你们一路上这么艰辛啊 你们在妓院有没有吃亏啊 我求爹一定要找到翠翠 你放心好了 只要他人在京城 没有爹找不到的 好了 去休息吧 都军让人日夜赶工给你布置的房间 怎么样 这 这真是我的房间 你喜欢就是你的 来 试试床 坐 怎么样 舒服吗 嗯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 仓俗间 就给你买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都是给我的衣服 来 我再给你看个东西 坐 这些都是你的 这些都是你的 这些都是我的 我看你那么喜欢旗袍 改天我叫一个裁缝来家里 给你量身定做 谢谢三娘 杜军回来了 是吗 爹 爹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是不是崔子有消息了 嗯 好 然后 他正是手 伞续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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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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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